二战结束之后 美苏两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实力的超级大国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所以两国顺理成章地开启了冷战之路 在多年的军备竞赛当中 两国基本用尽了自己的所有才华 同时也快速推进了全球军工业的发展进度 在当年 两国造出的装备最大特点是 威力大 体型大 速度快 相对于现代更加科学的研制道路来说 曾经的那个年代 有些过于追崇暴力美学 美国F-14战斗机 不仅成为两国冷战时期最强的代表作之一 也成为一代人最经典的回忆 毋庸置疑 F-14是美国三代机群里火力最强的代表 要知道 它可是全世界最早实现多目标跟综合打击的战斗机 地位不言而喻 作为一款主要部署在航母上的机种 有人称其身体过于大 那么具体它有多大呢 1986年美国影片《壮志凌云》的问世 不仅开启了全球影迷 对军事题材影视的疯狂痴迷 同时也彻底捧红了这架F-14 影片中飞行员驾驶当时最为先进的F-14 驰骋蓝天 让无数军迷意识到 曾经只有科幻片里才能出现的战机样子 如今实现了 当时也有不少人称其为最美战机 获得关注后的F-14 在随后的十几年中 频频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当中 尤其到了两千年 在本世纪初 美国航母甲板上经常可以看到F-14的身影 而且随它一同入况的还有F-18战机 两架战机放在一起立刻会给人一个直观的感觉 那就是F-14好大 数据显示F-14的驿展达到了19.54米 而F-18只有13.62米 相差近6米的距离 确实会给视觉一个最直观的冲击 即便是F-14的可变后翼缩回去 和F-18的一间折叠后 F-14的驿展依然高达11.64米 而后者不到10米 回看美国空军的历史 像F-14这种大体格战机还真不多 毕竟西方造机理念更推崇短小精感 隐秘等方向 而F-14更像是苏联的产品 以大快等优势著称 著名的苏27战斗机翼展 也只有14.7米 甚至在此方面要比F-14要小上一圈 这在美国空军的历史上 可谓独一无二的杰作